大家好,欢迎来到二伦波小酒馆 本期要为大家分享一部1972年韩国经典宫廷电影《宫女》 电影讲述了一位美丽善良的贫困农家女子 无意间被国君看中,最终却成了宫廷权力斗争牺牲品的故事 电影的女主妇女出生于贫困农民家庭 她与君女士甲出身的丈夫秉哲,两情相悦,夫妻恩爱 但公公后来得罪了上司,最终公公和丈夫双双被八关革职 一家人的生活从此陷入了困境 公公因此一病不起,命在旦夕 为了给公公筹钱看病,妇女告别了丈夫 隐瞒身份来到了宫廷,做了一名最低等级的宫女 虽然等级低下,做的也是繁琐劳累的日常杂物 但毕竟是在宫里,这里的收入和待遇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 妇女整日盼着挣勾了钱,回去给公公看病和丈夫团聚 然而有一天,一场意外的相遇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一生 那天宫里正在搬运稻米 难免在地上洒落了一些 贫苦农家出身的妇女看到这些洒落的稻米不禁心疼不已 她于是想将这些稻米一点点的全都收集起来 此时朝鲜汪潮的国君明宗刚好路过此地 妇女只顾收集稻米无意间冒犯了明宗 本以为自己要受到责罚 不料明宗却对妇女这种爱惜粮食的做法非常的欣赏 此时坠坠不安的妇女面色通红,深情紧张 本来就生得非常美丽的妇女 眼下更是像雨后梨花般愈发险的惊莹愈低,娇羞可爱 那明宗不禁看得有些如痴如醉 当即便吩咐身边的提调上宫,将妇女安排到自己的身边事前 对于她们这些瞎等姑女来说,这简直是渴望而不可求的好事 可万没想到,妇女却根本不想做明宗的嫔妃 提调上宫最后甚至劝慰说,如今国君唯一的儿子已经夭折 如果妇女将来能还上龙肿,那可是多少人都艳羡的一步登天的机会 但即便如此,妇女却依旧宁死不从 最后妇女无奈之下,只好直言相告 说自己其实早已有了夫君,而且她们夫妻恩爱 她就算死也不会背叛丈夫 不料此言一出,提调上宫随后便派人将妇女的丈夫抓了起来 并逼着妇女的丈夫秉哲签出了一份修期文书,就此修掉了妇女 作为交换条件,秉哲可以官复原职,继续在军队做事 妇女自然不相信丈夫会为了自己的虔诚而如此绝情 可提调上宫早已对妇女失去了耐心,只好硬逼着她答应此事 最后她还提醒妇女不要试图自杀 否则按照宫里的规矩将被诛灭三族 当时负责看守秉哲的宫廷侍卫总管,原来竟是秉哲的固有 两人都是同一届无举出身,无意不分伯仲 而秉哲父子当年被革职,原来正是因为得罪了这位提调上宫的兄长 所以上宫所说的所谓交换条件多半是假 秉哲很可能最后被开刀问斩 宫里的事从来就没有任何宫里可言,全都是力量的角逐 她虽然很同情妇女一家,但她也无能为力 后来在她的帮助下,妇女这才勉强见了丈夫最后一面 而丈夫也果然如妇女撂想的那样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挽救妇女,以免她走上绝路 在丈夫的劝慰下,妇女最终只好姑且接受现实,日后再做打算 随后妇女便被安排到明宗的寝宫事情 为了打消妇女的紧张感,明宗特意将妇女叫进来 陪着妇女玩了一会儿游戏散心 不料明宗身体亏虚,不一会儿的功夫自己反倒昏昏地睡去 虽然这次事情什么也没有发生 但随后妇女还是被封为三品昭容,赐贵族身份 而且这也成了妇女唯一的一次事情 因为从那以后没多久,明宗便因病顽固 明宗死后,按照本朝的惯例 那些没有子嗣的后宫嫔妃,悉数被送进了一家庙宇修行 名义上是修行,实则是将这些君王的女人肩进起来 以保王室的颜面 被送到这里的女子无论曾经是什么身份 无一例外都要在这里孤独终老 终生都不得再踏出院门半步 这样的禁欲和监禁生活,难免有些人会受不了打击 刚来的第一天,妇女就看到这样一位疯婆子 据说她曾经也是君王的嫔妃 如今已经在这里囚禁了三十多年 人也被彻底逼疯 妇女见此愈发不想在这里孤独终老 她原本就不想做什么嫔妃 而且和明宗连夫妻之事都未曾有过 将她囚禁在此实在是有些冤枉 何况妇女还有一个生死未卜的丈夫 她并不甘心就这样在这里跪一辈子 恰好就在此时 一位在寺院维修房屋的工匠送给了妇女一封信 原来是她的丈夫秉哲的来信 秉哲在信中说她已经从狱中逃了出来 并且听闻了妇女眼下的悲惨遭遇 她决定不信一切代价将妇女从这里救走 那天清晨 妇女按照约定的时间 准备和丈夫会合一起逃走 结果通寝室的一位宫女 非要让妇女也带着自己逃走 妇女无奈之下只好带着她同行 结果发现此人还有孕在身 而且临产在即 原来是她去年被一伙强盗陆势强暴 这才有了身孕 为了保住孩子保住自己 她也只能选择逃走 此时约定的时辰已到 妇女本打算一走了之 可看着这位产妇苦苦哀求 妇女又于心不忍 只好留下来帮助此人生下了孩子 结果生下的孩子是个死胎 那位宫女最后也因为难产而死 妇女也因此耽误了逃跑的时机 最终和丈夫双双被抓了起来 丈夫秉哲随后被发配到彩石厂充当劳役 而妇女也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料这时 医官检查妇女身体时 竟意外的发现妇女已经由孕在身 此时提掉上宫并不知道妇女和先王并未远方的事 她还以为妇女怀了先王明宗的孩子 正让她有些出乎意料又喜出望外 原来当今的宣祖大王并非明宗的子嗣 而是从旁之过境而来 明宗当年的王妃 也就是如今的大妃仁顺王后 一直对这个宣祖大王非常不信任 眼下正好妇女怀了明宗的子嗣 提掉上宫便想将此事奏禀大妃 万一妇女生下男婴 即可废除宣祖让妇女的孩子继位 大妃便可以这个孩子为傀儡 牢牢地掌控超局 但妇女却坚决不肯 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别人的工具 她声称这个孩子的生父乃是她的丈夫秉哲 绝非先王之子 但不料提掉上宫 根本不关心这件事 她只想以此让大妃充长朝政 自己也可以跟着大妃 继续做她的提掉上宫 独揽后宫大权 甚至她安将此事瞒着大妃 将那些知情者全部杀人灭口 并以那位曾经帮助过妇女的 世卫总拐的身家性命向要挟 逼迫妇女对此事收口录平 装作她怀的是先王子嗣 妇女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毒外 但她实在不忍心 害得那位总管被买门抄斩 只好答应了上宫的条件 随后妇女被接到宫中 在大妃的关照下 被好生照料保护起来 不久之后 妇女果然生下了一名男婴 大妃自然是洗竹望外 并打算过些天以后 按照宫里的惯例 将孩子抱到自己宫中抚养 妇女自然无法忍受 母子分离的事情 但她也毫无办法 此时妇女的一位贴身宫女 突然说道 一位金上宫曾说要帮助妇女逃离此地 只要她承认这个孩子不是先王之子 他们便可以一家团聚 其实这位妇女是上了那个金上宫的当 原来当时支持宣伦大王的大臣 早就看出了大妃的计划 他们便想尽办法要阻止大妃另立新军 最终他们与那位和提调上宫 一直不合的金上宫串通一气 想将妇女诱骗到他们这里 自己除掉妇女一家 不料妇女逃跑途中 正好遇见了自己的丈夫 原来丈夫被发配到彩石厂后 又从那里逃了出来 两人随后便一起结伴向外逃亡 提掉上宫获稀后 赶紧命人前去拦住妇女 只要留住孩子即可 妇女夫妇两人可以就地正法 而宣伦大臣一方 此时也立刻派人前去截杀妇女一家三口 他们的目的是一个不留 斩尽啥绝 首先拦住妇女一家的 正是那位侍卫总管 他一开始劝说秉哲留下这个孩子 他们夫妇两人可以一走了之 但秉哲此时遭遇对黑暗腐朽的 王犬深恶痛绝 宁愿一家人死在这里 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 充当权力的玩具 最终两人只好兵容相见 秉哲记高一筹 杀死了这位昔日的好友 此时追击妇女一家的两派人马 也先后赶到 秉哲靠着高超的武艺顽抗到底 最终竟将两派的追兵全部干掉 但最后他也身负重伤 命在旦夕 而此时的妇女早已惨死在乱箭之下 气急败坏的秉哲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捐起了一把长枪 一下子干掉了那位可恶的提掉上弓 最后自己也死在了妇女的身边 一个本来美好的家庭 就这样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好在妇女临死前 又身体死死地护入了怀里的孩子 最后妇女的天生宫女 抱走了这个孩子 远远地离开了王朝 最没有人性的权力核心 向着更广阔的天地走去 电影也到此结束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宣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